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仅仅是形象全毁 人设崩塌 随着家要面临的就是职业生涯方面的问题了 此前已经官宣的极限挑战 创造营2020两党大综艺自然是不能够参加了 而后的各种影视资源恐怕也是没有人再找他合作了 说是事业毁于一旦也不为过了 事情刚发生没几天就有媒体爆出 受分手仪式影响 罗志祥的经济损失已经过亿了 如此严重的打击 任谁也不会轻易就能够接受得了的 即使他是国民级的明星艺人罗志祥 今日一早有媒体报道称 周扬青曝光罗志祥若干的劣迹之后 其经纪公司迅速的对小猪罗志祥所参与的节目进行善后的行动 并且迅速同罗志祥所代言的厂商品牌进行磋商 而至于磋商的结果恐怕也不会太理想的 此外该媒体还称 经纪公司很有可能会在罗志祥结束隔离期之后 安排他正式开记者会进行说明 事实上有此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的 游乐圈类似罗志祥的明星艺人也是不在少数的 在出事之后 他们也大多数选择了召开记者发布会来承认错误 向陈冠希的全英文道歉 陶哲的PPT 许志安的记者发布会等等 很多的港台艺人在这方面的处理上 都好过现在的内地明星 5月4号 有媒体再次针对罗志祥 或许会召开记者招待会直播道歉于事进行了报道 并明言罗志祥此举背后的无可奈何 目前罗志祥还在隔离当中 但已经有不少消息传了 结束之后 罗志祥会公开向周扬青和大众道歉 而现在罗志祥还没有官宣道歉一事 已经有媒体猜测其选择公开道歉的原因 首先 因为周扬青在分手长文当中 将罗志祥的各种行为交代的过于清晰了 之后罗志祥也没有任何反驳的道歉 而分手事件涉及到的蝴蝶姐姐周凯乐也随后公开致歉 所以罗志祥有可能会和蝴蝶姐姐解约 虽然表面来看 蝴蝶姐姐是被抛弃了 但目前罗志祥是自身难保 和他保持距离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小猪选择和蝴蝶姐姐解除合作关系 反而是对周扬青最后的尊重 也是变相保护蝴蝶姐姐 而在蝴蝶姐姐公开道歉之后 他和罗志祥一起主持的综艺节目娱乐百分百 就让他暂时停工了 至于会停多久呢 他被罗志祥切割之后还能不能重回节目 也是两说 而这还要说到罗志祥公开道歉的另一原因 媒体称小猪很有可能是为了之后 继续主持娱乐百分百来留后路 所以作为多年的搭档和老板 罗志祥也是经常奖励表现优异的蝴蝶姐姐 送凯乐的大牌包包能够堆满衣帽间了 俩人当时也经常大方的拿到节目当中 作为亮点来谈论此事 还因此引来不少的CP粉呢 就连凯乐爸爸都以为俩人以后是要结婚的 所以如果今后他们不能够继续搭档主持的话 对于中粉来说其实还挺遗憾的 但站在周扬青的角度来看 罗志祥出于最起码的尊重 也很可能不会再跟蝴蝶姐姐一起工作了 好的时候什么都好 不好的时候就是一脚踏开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最大的受害人依旧还是周扬青啊 简凯乐呢顶多也就是自食恶果 没有什么好同情的 对于罗志祥召开记者发布会议时 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的 大家觉得罗志祥可以被原谅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